德雷斯罗萨篇章结束后 草猫一伙的悬赏令都得到了提升 而后陆飞本人也成为了悬赏武艺贝里的男人 之后韦田在漫画飞夜连载了关于武艺男人的小故事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新闻两拿着刚出炉的报纸飞向世界各地 不远处 一只海王类弄翻了一艘正在航行的海贼船 方面转到风车村这边 一伙人为了庆祝陆飞悬赏提升 正在欢乐地开着宴会 达丹手中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不少人都怀疑这个孩子是红发香克斯的 而后达丹的手下也换上了 陆飞的帽子以及萨博的帽子 方面转到东海双岳村 索隆的师父跟四郎看到索隆的悬赏令后很是头疼 而后其他小孩子看起来十分高兴 为了学习索隆前辈练习三刀流剑术 他们都在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上贴上了创可贴 不难看出 这些小孩都非常崇拜索隆 方面转到东海西萝卜村这边 乌索隆海贼团的青椒头羊葱头以及萝卜头 看到乌索隆的悬赏令后 都高兴地流出了泪水 而后科亚也长得越来越漂亮 不得不说 乌索隆这小子真的是厌浮不浅 海上餐厅巴拉第这边 同角这部拿着山智的悬赏令若有所思 为了庆祝山智悬赏提升 海上餐厅巴拉第的厨师们将餐厅门头改成了山智的模样 然而这个样貌的山智却极其丑 太迪看后直接笑出了声 不知道山智归来之后 看到这样的门头会是怎样的感受 科科西亚村这边 拉美的悬赏令照片直接被做成了海报 被放大后安了个箱框挂在了墙上 拉美的姐姐诺奇高一边吃橘子 一边流露出开心的表情 而后阿贤则显得有些大惊失色 画面转到双子甲这边 前罗杰海贼团传一库洛卡斯正在看报纸 而后拉布也变得异常兴奋 此故王国这边 现如今141岁的朵丽儿一梁依旧精神抖擞 他本人正笑着二郎腿看报纸 而后站在他身边的人则是多尔顿 多尔顿的部下都换上了和乔巴一样的帽子 而后那只和路飞很有缘的兔子一世 阿拉巴斯坦王国这边 维维公主本人若有所思 而后快跑亚卡鲁则在捡报纸 他把有关草帽一伙的新闻全部都捡了下来 并且战机在了一本笔记本上面 不难看出 维维公主本人非常在意草帽海贼团 更为凑巧的是 漫画飞越所对应的815话标题为带我一起去 是何用意请观众老爷自行遐想 水之都这边 弗兰奇的部下看到弗兰奇的悬赏令很是开心 而后水之都的传工们都表现得异常吃惊 或许是因为弗兰奇的悬赏令样貌是弗兰奇将军 他们以为这才是弗兰奇陷入心的模样 所以才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 革命军这边 科尔拉拿着草帽一伙的悬赏令正在观看 萨伯本人笑得十分开心 估计他当时的心灵想法是 陆飞真不会是我的弟弟 而后龙的表情则像是便秘了一样 显得非常难受 机关岛这边 早上的小男孩和老爷爷正在看报纸 站在他们身边的机器人有机械管 机械龙 机械狮子 机械大猩猩 以及一辆电动车 老头背后的机械大猩猩直接换上了和弗兰奇一模一样的装备 看起来非常霸气 男孩的鸟类王国特里诺王国这边 特里门王国的居民们不仅和俩类相处融洽 而且还学会看报纸 看到乔巴的消息后 他们都显得十分开心 画面转到乡波地寻岛的一个房间当中 布鲁克的经纪人看到新闻报纸后很是神奇 为首的经纪人直接撕碎报纸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布鲁克的怨恨 或许是因为布鲁克的海贼名气越来越高 导致他不能再继续当歌手 所以这些经纪人才会如此神奇 画面转到某片海域的高空当中 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正骑着巨大的独角 先正在空中翱翔 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后 海克利斯表示说先不着急回波音列岛 难不成他还有别的事情 维莎利亚小岛这边 老创的糟老头子都换上了时髦的衣服 他们想着再次见到纳美的时候 希望纳美能够夸赞他们时髦且帅气 克拉伊干纳岛王国遗址的巨大城堡外边 鹰眼米霍克正在和大猩猩们一起种地 这些大猩猩手里都拿着锄头 他们种植的农作物貌似是大白菜 捕羞时刻 鹰眼与佩伦那边吃饭一边看报纸 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哈马巴卡王国这边 人羊王一万科夫在桌子上摆了一盆花 这个非夜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准备当中 不知道这些人羊们究竟在玩什么游戏 鱼人岛这边 白星终于不用再躲起来了 他正在和自己的哥哥散步 而后岛上的小孩们正在玩游戏 他们每人都有一顶草帽 不难看出 草帽已经成为了小孩心目当中 独有的英雄标志 画面转到香坡地寻到的某个房间当中 雷丽大叔正在堵卓 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后 雷丽让大伙先等一等 这伙人当中 有一位男人莫到的大叔 长得非常像藤 估计他是藤虎的弟弟 藤猫 另一边 玛格丽特拿着陆飞的悬赏 连续见他的小弟 这些小弟们看到大哥后 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画面回到女儿国这边 女帝直接把陆飞的画像 弄成了大海报 而后整个国家的女性 都非常崇拜陆飞 某座冰雪岛屿上面 一只企鹅正在做烧烤 精致本人一边吃烧烤 一边看报纸 某个荒岛上面 红发海贼团的耶稣不看到报纸后 放声大笑 仿佛在说陆飞那家伙真厉害 无所不知小子真不归是我儿子 而后红发香克斯本人也亮相了 他正在婚礼现场 红发海贼团的成员们 都显得十分开心 只是不知道这场婚礼 是为谁庆祝 又是谁在结婚 好了 本期的漫画飞烟故事就这么多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